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得财神眷顾 未来五年,财运大好的五个生肖 代付全家人一路长望不衰 每个生肖的人 在不同年份的运势是有差异的 那么在未来五年里 哪些生肖的运势会一路高歌 事不可挡呢 就像这五大生肖的人 未来五年能获得财神的眷顾 注定会大发一笔钱财 万事大吉 那么你会是这样的人吗 生肖蛇 属蛇的人 前几年他们的运势非常低迷 在工作和生活中 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不过从今年开始 未来几年的运势都很不错 大家遇到了很大的机遇 此时需要大家能够积极掌握机遇 一定会赚很多钱 事业上面升职加薪了 会遇到贵人们的帮助 此时财运也大好起来 收获了很多的财富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生肖蛇 属蛇的朋友 在未来五年中 整体运势会继续持续飙升 属蛇人财运进入命宫 首先预示住财富方面 会有很大的提升机遇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 势必表现良好 属虎人只要努力了 回报就会非常的丰厚 生肖蛇 在未来五年中 属蛇人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突破 事业发展顺利 会有很多升迁的机会 财运也会越来越好 如果能够充分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 属蛇人 必能贫瘠自身努力 逆势上扬 获得别人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 生肖牛 生肖牛能够吃苦受累 但是之前的几年生肖牛的日子 过得很一般 生活里有不少的麻烦 甚至还遇到了一些小人 财产损失的比较严重 而在未来的五年 生肖牛时来运转 横财源源不断 一路大法特发 代付全家人 他们的财运还真不错 急心高涨 运势大涨 财富猛增 获利相当的丰富 生肖猴 生肖属猴的朋友 通常思维敏捷 能言善道 并且活泼乐天 所以无论遭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 把问题迎刃而解 而未来五年之内 岂若能用心经营事业 则必受天才 吉星庇佑 财路大开 常望不衰 富贵的生活 指日可待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己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肖牛三复临门 最近有望 横财如雨下 请为他们皆福 命运不会偏爱谁 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 坚持多久 曾经无数个时候 白天或者夜晚 身边有人还是没人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 陷入对你的想念和追忆 那些年的流光溢彩 你牵住我在路上 踢住石子走 不懂得回头看看 也不懂得想想未来 你对住我笑一笑 看一看彼此紧握的手 就以为完成了 所有的天长和地久 生肖牛 三复临门 别不幸 你配得上这么好的运势 同时工作运上 会得到贵人相助 化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假设避免桃花运影响到财运 勤勉自立 才有盈利 最近运势五行熟火 让你的运势如火一般 越来越火 犹如火山爆发一般 气势磅礴 生机昂然 鼠牛人注意 鼠牛人最近在职场 定要谨慎 谨慎 谨慎 记住一点 退一步海阔天空 避免口舌之争 单身的牛牛 桃花旺盛 彼此有好感 爱情几率高 最近小人比较多 容易跟人起冲突 或从口出 一个字远 生肖牛请留步 你有三福临门 既不可失 快来接福 一福贵 属牛人 最近会牛气冲天 事事顺利 在事业上 多体现于老朋友的提携 同时有天贵心的提携 牛人会的贵人说明 很多问题 都会成为你成功的资量 让你的能力 跟地位更上一层楼 二福 财 牛人天生勤劳 财运是细水流长的 只要肯努力 牛人的财富 会随着年龄一直增加 最近逢天贵三核心 加持财库 日祝之上有财心 所以事业能和财运 两相合 洪福不断 财源滚滚 在最近这段日子里 可以留意身边的熟虎 羊 兔的朋友 其中必有贵人 发一笔横财 就是水到渠成 赚到了钱财 不可轻易浪费 更大的好运 必将分支踏来 三福 幸 这个幸不是幸运的幸 而是幸福 最近牛人的桃花运势 比较旺盛 在生活中 工作中遇到优秀的异性 不过牛人反应会比较迟钝 对方对你感兴趣 而你就像木头一样 对方的暗示没有get到 容易错过很多好的机缘 有伴的牛人 可以跟伴侣一起游玩 可以提升两人间的情趣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